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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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9月29號的台股最前線 節目的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早上 美國股市四大指數的表現 那四大指數呢 都是呈現了一個 跌升反彈的一個行情 其中漲幅最大的是 納斯達克指數是漲了2.05% 那其他的漲幅 大概也都有1%以上的水準 那費城大小體比較少 不過道瓊跟S&P500 都有接近大概2%左右的一個漲幅 所以在今天早上 我們可以看到台股的開盤 是目前為止 大概是漲了160幾點 到170點的一個空間 因此 跌升反彈出現之後 投資朋友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我們在稍後的節目裡面 我們來跟大家做分析 不過在此之前我想還是要知道 我想開這麼高 大家其實第一個擔心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出現開高之後震盪走低的一個走勢 那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必須要來觀察就是 這個所謂的現階段 已經開盤的主要三個市場 他們怎麼樣去做表現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納斯達克的電子盤 好納斯達克電子盤早盤是 開小高之後 翻落到盤下 那目前是在盤下 去做一個震盪的整理 請導播幫我們稍微帶近一點 目前是小跌了0.12% 那剛剛之前我們談過就是 正負0.2% 都還是屬於一個比較正常中性的一個 正常的一個表現 所以就納斯達克指數來講 他沒有進一步往上去做帶動的一個效果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南韓綜合指數開高之後 先做漲幅收斂 然後衝高之後再收斂 那日經指數是開高往上走之後 開始出現高檔的震盪整理 那簡單來說 現階段三個比較主要的市場 他都沒有進一步往上去做一個帶動 這樣的一個味道 那實際上如果說你從 臺北股市應該這樣講 就是之前我們其實有跟大家談過 就是說基本上 當你出現這種所謂的前一天 出現了長KK破底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基本上如果隔天開高 因為事實上同樣的現況 他也發生在禮拜二嘛 禮拜二的一個行情開高 他有先做震盪走低的一個走勢 所以今天的一個行情 因為前一天的長KK 當然如果說去做強短的 他會選擇做隔日中的一個衝銷 先把這個獲利先把確保在這個口袋裡面 所以會有賣壓 然後另外當然今天早上其實大家也有看到 就是融資追繳令萬箭齊發對不對 那基本上當然證交所說整戶的位置還有157 但是整體來講 我想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那個融券算進去 但整體來說 現在的市場維持率應該不是來到這樣的一個水準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做觀察的話 有一些融資的 他如果說沒有辦法去做補資金 那當然會有一些斷頭的一個賣壓 所以簡單來說 今天的一個行情開高之後 容易先會有這種所謂漲幅收斂這樣的一個表現 至於說在漲幅收斂之後 要不要再往上去做公高 這個當然要看整體盤面當時的一個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 今天幾個比較好的現象 因為現在剛好開盤我們來看一下 台幣的一個匯率 他今天至少到目前為止 他是一個呈現升值的態勢 然後選擇全波動率他也是往下掉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都是比較有利於多方的條件 那量能的狀況 因為現在才剛開盤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微 多看幾分鐘 大概下一個階段的節目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幫大家去做追蹤 原則上量能如果說 有維持在大概2100-2200的一個水準的話 基本上對於行情來講 就比較容易維持在高檔的一個區間正常整理 那如果說等一下又出現比較明顯的量縮的話 那原則上漲幅出現收斂的機會就比較大 但無論如何我覺得現階段對於投資朋友的操作想法上面來講 我們還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當然昨天破底跌升之後 他本來就比較容易會出現所謂的一個跌升反彈 但是這個反彈的力道上面 因為原本我們當時跟大家談 如果在這個地方就直接上去的話 基本上有機會來挑戰前一波的那個 就是下殺的這樣子的一個低點 大概是在14400點附近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昨天再度出現破底 代表你的反彈是失敗的 那反彈失敗的狀況之下 整體的力道上面可能就不會來這麼樣的一個強勢 那後續比較好的一個情形就是 昨天是一根長黑K嘛 那比較好的狀況應該是在這一根長黑K的一個範圍裡面 去做震盪整理 震盪主體的一個走勢 主體完之後才會有比較像樣的一個反彈的行情 所以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基本上我覺得不要去期待所謂的B型反轉 因為B型反轉的狀況說真的 其實不太容易發生 就是說即便你看到過去這一波行情其實 跌下來之後大概都會有 至少有大概一週左右的一個小幅度的一個震盪整理 之後才有往上對不對 但是因為整體的現階段的一個行情還是比較 偏向空方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投資朋友就是說 在整個反彈的過程當中 先以持股的調整 作為主要的操作方向 因為你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時候當然 行情如果說接下來 因為你現在持股大概就只有兩種狀況嘛 就是要賣跟不要賣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是你要去想的是說 談起來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它如果不是那種走B型反轉的 那基本上 所有的個股都它會去做反覆的一個震盪嘛 那我們剛剛要談的就是說 你股票在談起來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你要想的是不是 談的是不是你的股票 對不對 那如果是你的股票 那你可能就是少賠一點 但是它不會讓你立刻回到 當時你的買進的那個成本區 所以你資金卡在那裡 當然它就會有變數存在 但是如果說你把資金調整出來的話 是不是代表就是說 基本上未來的行情 不論說是要搶反彈也好 或者說要去做一些避險空單也好 你才會有那個資金去做操作 所以我們單純就操作的邏輯上面來講 這個時候先把部位調整出來 我覺得應該會是一個比較正確的一個方向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些今天盤面的重點訊息 因為今天這個盤面的訊息大概 都大概昨天在 不能夠說跟股市無關 就是國外基金要早點開會 或者是融資追獎連萬劍齊發等等 那如果說就跟產業有關係的 我們來跟大家談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蘋果i14的新機增產 您喊咖 原本這個地方其實 蘋果原本的規劃就是 這個季度要增產大概 對不起不是增產了 要生產大概9000萬隻 就是第四季這個季度要生產9000萬 就是要倍9000萬隻的這樣的量 那後來原本說有要增加600隻 就是來到9600萬隻 但是因為需求不如預期 因為包括了中國那邊的市場 其實也不好 那台灣當然有這個搶購熱潮 但也只有一開始 那後面的一個情形好像 就沒有來這麼樣的一個旺 所以整體來講這一次 這次傳出的是說 在這個所謂 後來要追加那600萬隻 目前看起來是要取消的一個情形 那目前看起來是Pro賣得比較好 然後一般那個叫一般版就是iPhone的 iPhone後面沒有加iPhone14 然後跟iPhone14 Plus 相對來講它的需求就沒有這麼強 因為這也合理了 因為它如果說就處理器的角度來看 跟上一代iPhone13是一樣的 然後也沒有動態導 然後也沒有看到太多新增的一個功能 所以整體來說 銷售不如預期 這個時候是 我覺得應該說這樣講 就是14跟14 Plus 銷售不好 我覺得這是可以預期的 那Pro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狀況是還OK 但問如何 我覺得對於股價來講 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2317的一個鴻海 好那鴻海的一個股價當然 這一波的股價其實昨天是回測到 100塊錢的整數大關 那今天是呈現了一個小幅度的向上去做開高對不對 剛好有盤中的時間 我們順帶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100.5跟100塊錢 一共掛了21,000張的一個買盤 所以整體來說 它其實比較沒有要往下打的那個意思 這個地方其實順帶跟大家談一個概念 也許未來做比較短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用的到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過去有跟大家談過掛單這種東西 那其實有點類似敲敲板 什麼意思就是基本上哪一邊比較重 它會往哪個方向去做移動 那這個是應該這樣講 這個是一般放在所謂的中型股 中小型股的一個角度 它會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但是大型股 大型股因為通常不是一般投資人買的 所以這個掛單都是真單 都是真單 所以相對來講 它會有比較防守的一個效果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天股價當然到目前為止 有一點點開高之後 震盪走低的味道 不過目前看起來應該要守 那個百元大關的味道是蠻濃厚的 那過去這一陣子 其實應該說過去這一年左右的時間 它就在105塊錢上下 大概5塊錢的空間當中去做震盪的整理 那我是覺得說大家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因為接下來10月18號 鴻海還有一個科技日 那科技日的時間點 當然除了原本的那個Model C Model這些車型之外 Model T之外 另外聽說有要推一款 新的Model B的車型 那到時候再來看 那另外有跟那個Rostand合作的那個電動皮卡 也會在這一次的鴻海科技日當中 有機會看到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做觀察的話 後面其實我是覺得說 當然這個要跟行情有關係 因為它畢竟也是 佔指數有一定的一個影響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就今天的角度來看 目前看起來是有要防守 那100塊錢的那個味道 那後續如果說行情穩下來的話 因為現在100塊錢是在過去的平台的區間 相對低檔的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觀察 是不是有切入的機會 但是如果說行情還是表現不好的話 那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99塊5這個價格有沒有去做防守 如果說因為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你大型股在外資做持續提款的時候 那個股價其實還是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影響 所以如果它破了995的話 這就是一個M頭的結構 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股價如果破這個位置 代表其實全球的股市都還在走 所謂的崩跌的一個走勢的時候 那當然對投資朋友來講 我覺得也可以當作是一個指標 就是風險上面可能要做一定程度的控管 好那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昨天點贏版的3406的郁金光 好那郁金光的一個股價走勢 那昨天也是一根長黑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個頭形的結構 對不對所以我破了景線的一個位置之後 基本上景線的位置這個價格是369 那369跟現在的價格其實說真的差別不大 因為你說是差了10塊錢 但是它是300多塊錢的股票 所以整體來講如果說要拉到10塊錢的話 大概是3% 4% 它是屬於一個當日有機會來攻擊的一個位階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至少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必須講它的股價走勢上面 它沒有跟上今天大盤開高的一個漲幅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來自於說 你在昨天打跌停板的狀況之下 今天開盤它一定會有一些調節賣壓 所以整體來說 因為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投資朋友可以自己稍微去估算一下 因為像這種融資比較高的一個個股 基本上股價只要跌22% 就是如果說以現在的融資維持率的追腳的方式來做計算 130%的話大概跌22% 股價其實就會面臨到追腳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從現在的一個價格今天跌到360 那你去回推的話 兩成這個應該怎麼算 大概410-420 420塊錢的一個股價 目前其實就面臨到所謂追腳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是短線上面 它會遇到一些融資斷頭的一個壓力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多多少少要 你要讓它消化一下 所以之前我們跟大家談過就是 不是有一句話叫做連漲三天散戶不請自來嗎 這句話它其實是有它的學理的根據 不是說單純就是那個 這個大家覺得好像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包括其實融資因為你追腳的問題 如果說你還在持續做破底的話 你會有追腳的問題 它那個行情就漲不上去對不對 那T加2如果說是兩天要處理的話 也就是說你三天不再破底 至少融資追腳這個問題 它可以暫時做化解 那目前為止當然第一天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要稍微做點觀察 因為昨天融資是大幅度增加 這個可能籌碼上面還要稍微做一點清洗 那另外大力光我就不看了 我們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的股價其實也是如此 到目前為止大家其實可以發現 到目前為止都是開高走低 對不對 這個是正常的狀況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剛剛看大盤是漲160 170 現在是大概剩下140 幅度不是特別大 但是它一定會有賣壓的一個原因 其實我們剛剛也跟大家解釋過了 那台積電的股價其實 昨天也是來到了接近波段低點 那今天開高之後有一點 收黑K 目前是一個比較黑K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整體來說 它的問題當然最近其實有 有不斷的有這種所謂新的訊息傳出 包括了什麼7奈米的那個製程 也曾經鬆動之類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畢竟它的狀況比較特殊 它其實還是會跟著 台幣的匯率在做波動 就是如果台幣貶值的話 那基本上當然對外資來講 它就是我要持續賣股票嘛 就是避免賠了 賠了股價又賠了會差 所以賣股票 然後把錢看要到美國還怎麼樣 但是整體來說 所以當台幣還在持續貶值 就是往上走的時候 對於台積電來講 一定會有一些調節力道 那今天升值 今天到目前為止是升值的狀況之下 就稍微觀察一下那個力道 是不是有呈現減緩了 那這個是對於台積電的股價的看法 那現階段短線上面 大概還是會以這個所謂的 區間震盪整理為主 因為它不太容易一下 走出B型反轉的一個走勢 那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 就是如果說這個時候 你還沒有去做調整的話 那前波低點就是 不是前波低點 就昨天的低點 438塊就不宜再去做跌破 因為如果再跌破的話 代表它整個行情方向趨勢 就是沒有做任何改變 就請大家來做一個觀察 那第二階段節目回來 我們會針對這個所謂的 盤面當中 今天比較強勢的一個族群 到底應該如何來做關注 或者是說盤面有哪一些 值得注意的焦點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陳東斗鋪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斗鋪 擁有股票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無往不利 陳東斗鋪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2752 5868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那第二階段節目回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的漲點 目前是上漲了145點 來到了13608點 至少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它不是那種 比較大幅度的漲幅去做收斂 目前是維持在一個相對的高檔 去做震盪的整理 那到目前為止 從幾個方向來看 台幣跟選擇全波動率 都還是比較有利於多方 就是台幣升值選擇全波動率下降 這個都是比較有利於多方的訊號 不過整體的成交量 1907億它相對而言是比較小 因為如果說我們單純 以成交量的角度來看的話 昨天是2252嘛 這個是沙盤有量 那過去你看這一波反彈的 9月27這天反彈成交量是只有 1897億 那今天到目前為止 預估是1927 正常的狀況之下 它的一個成交應該在收盤的時候 會掉到1900億元以下 所以這個還是代表就是 市場目前看起來 至少就目前看起來 追價的力道上面沒有來 這麼樣的一個強勢 這個是投資朋友要在操作過程當中要注意的 好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今天整體 反彈過程當中 最主要是以哪些個股來做領頭 好那當然很明確的還是以這個 半導體的IP類股為主 包括了金星科世新 力旺創意M31等等 好那之前我們也跟大家提醒就是說 在這一波的一個股價走勢裡面 機期不一樣 就是如果以6533的金星科的角度來看 昨天才小幅度跌破月線 那其實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你就可以理解 現在我是要跟大家談到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 整個這個IP族群 我們來看一下IP股的股價 好這個是金星科對不對 那這個是力旺 好那這個是世新KY 這個是創意 然後M31等等 智原智原的股價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智原是市場當中 如果說以半導體IP類股來講 它是最具有人氣的一檔股票 但也同時這個股價是 在整個IP族群當中 表現最弱勢的一個個股 所以現在的一個行情有點 就是高價股自己玩嘛 對不對就是 基本上IP類股它的籌碼 然後大多數都在 相對比較有實力的人身上 因為這畢竟屬於高價股 所以包括了創意 包括了這個金星科的一個股價 它一路都能夠維持在一個 相對比較強勢的一個位置 那只能夠講說 如果說投資朋友要做的話 基本上以這種個股為主 然後盡量不要去搶那個弱的 包括我們剛剛所談到的支援也好 或者說一樣是高價股 但是這一波表現比較弱的是 3529的力網 我覺得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股票 其實現階段可能 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其實投資朋友應該是要 考慮去做持股上面的一個調整 我覺得會比較好 好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如果說以今天漲幅比較大的族群來看 網通類股應該算是一個比較指標性的一個族群 那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心通都不談了 包括了迅州 包括了金寶 這個股價其實都是往上去做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談升 那昨天我們是已經先把那個金寶做停損出場 這個我在昨天節目有跟大家談到 那股價今天談起來 不過我們還是要就是要跟大家談就是說 基本上有時候股價就是這樣子 但該控制的風險我覺得還是把它控制好了 如果說它後續的股價 再往上去做攻擊 或者是行情穩定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再找買點回來 去把它去做買進 會比凹在這個地方 然後等它談起來 我覺得相對來講會比較有效率 那有時候要想是說今天談起來 那如果說後續股價指數的一個行情表現 如果又不好的話 稍微去做一點震盪回測的話 那是不是就會對於股價 就是不論你的股價基本面如何 那個價格還是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所以現在其實比較重要的是說 這一根談起來之後 接下來能不能夠真的去做一個指紋 因為你一定要拉開跟低點的距離 你的KD指標才會開始做翻揚 所以今天到目前為止 KD指是有翻上來到9.4對不對 那但這個重點要維持 我們一直跟大家談到就是 現在的行情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你看起來是有拉開一點距離 但是常常一天的一個回檔 它就讓這個原本的低點去做跌破 那原本的低點做跌破 它其實就很容易會形成所謂指標的一個鈍化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行情的一個部分可能還要 稍微花一點時間去做打底 或者說是整理的一個情形 但是不太容易出現所謂的B型反轉 以現在的市場狀況跟量能的角度來看 B型反轉的機會應該不是那麼大 所以對於投資朋友而言 我是覺得剛好趁著今天反彈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調整跟轉換 至少先把資金抽出來 未來你不論是要偏多做偏空做 你都會有一個操作的一個資金 可以做啟動嗎 不是說套在裡面 那你就只能夠等待解套 我覺得這個會相對來講 可能冒的風險會比較大一點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不知道怎麼樣去調整 你手上的一個持股 或者是你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做操作的 我們也都歡迎大家 可以透過廣告當中的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9月29號的台股這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ant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ant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爆發 心評众 明哲總